你不进来吗?说这句话时,蓝湛极力不让自己的声音,暴露出半分激动的情绪,听说爱意是藏不住的,即使闭上嘴巴,也会不小心从眼里流露出来。 所以,蓝湛也将头低得很低,盯着自己的脚尖,心窍完全失了空,他甚至屏住了呼吸,两年半了,他只在网络上,杂志上看到过魏英,浅浅有礼的,明媚可爱的,意气风发的,任何模样的魏英都令他那么心动。 此刻错不及房地遇见真人,他多么想仔仔细细的,好好地看看他从温柔俯过,吻过美衣寸的脸庞,但他不敢这么做,在看到一双脏亮的皮鞋,进入到自己的视线范围后,只低声问候了一句,回来了,一切都好吧。 蓝湛这副模样,在魏英看来是不愿看到他了,之所以走进电梯,魏英是想让自己学会对眼前这个人保持无感。 挺好,魏英淡淡地回了两个字,就不再说话,和蓝湛并排站立着,他飞速地偏了一眼,蓝湛锤放在身体左侧的那只手,指尖空空如也,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,一片沉寂。 蓝湛一颗心像被什么百般蹂躏着,又乱又疼,他闭了闭眼,开口解释道,县县采访的事非常抱歉,魏英平静而有礼地回答,蓝先生,您无需感到抱歉,我又不是什么花艺大师,本身就不值得贵舍采访,魏英是被蓝镜约来的,但蓝湛不是,蓝镜还约了唐尔俊, 唐尔俊认为自己终于得到老爷子的认可,喜出望外,跑到蓝湛面前,去报喜,蓝湛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,便跟了过来,电梯到了五楼,提门开启,魏英走了出去,看到站在德月宣门口,往电梯厅这边张望的唐尔俊后,魏英转身对蓝湛说,蓝先生,以后若还有见面的机会,请叫我魏总,谢谢。 魏英认得唐尔俊,两年半以前,他回国办理留学手续时,看到蓝湛和唐尔俊一起,从花艺到杂志社走了,出来,见唐尔俊看起来有点眼熟,他打了一通电话给唐思年,旁敲测机得知是小魏英回来了,两年半的时间,蓝湛一次也没联系过他,更没找过他,一切想回到了最初,也好,就这样吧,各归各位。 魏英抱着花,昂首阔步,目不斜视地经过唐尔俊身边,进入了包厢,蓝镜看到魏英,眉开眼笑,招呼魏英坐到他身边去,随后蓝湛眉头微醋,一脸寒霜地走了进来,身后紧跟着笑意盎然的唐尔俊。 蓝镜看到不请自来的蓝湛,浓眉拧了拧,用看傻子的眼神,无语地瞪了唐尔俊一眼,唐尔俊想和蓝湛坐在一起,蓝湛立即换了个座位,离他远远的,魏英将这一切看在眼里,笑意盈悦,心里寻思,这一家子人真是有趣,演得哪一出。 他,对蓝镜找他一个外人,来赴这场饭局的目的更是匪夷所思。蓝镜收下花束后,向魏英隆重介绍了唐尔俊,措辞和语气都耐人寻味,这是蓝湛找了,十七年才找回来的魏英,怎么样,和话里的很像吧? 魏英浅浅地笑着,礼貌地和唐尔俊打招呼,幸会,魏先生,一句魏先生叫得唐尔俊脸上红一阵白一阵, 他泄粉般端起桌上的酒杯,猛喝了一口,蓝镜为魏英和他自己各挡了一杯酒,他举起酒杯说,来,无限,我们爷俩很久没好好,喝一杯了,你现在事业有成,依静回国,我替你感到高兴,这杯,我敬你,我们一起干,了,多谢蓝司令,该我敬您才是。 魏英端起杯子和蓝镜碰杯,仰头将酒一言而尽。 魏英余光瞥见蓝镜绷着一张脸,盯着桌面不说话,唐尔俊笑意不在,似乎心有不满,但又敢怒不敢言。 这阵仗,这氛围,真是有意思极了。 虽然看不懂董哥中玄妙,但魏英敢肯定的是,唐尔俊,在蓝家并不受待见,酒过两轮,蓝镜就是重提,无限,之前我和你提的一子的事情,你考虑得怎样了? 魏英愣了愣,这么久了,老爷子竟然还惦记着这事。 他为什么还惦记着这事? 蓝镜莫地抬头,眼神略带埋怨和愤怒地盯着自己的父亲,双手在桌子底下紧握成全。 父亲这事趁火打劫,伏地抽薪。 蓝镜很快望想坐在他对面的魏英,想用眼神示意魏英不要答应。 可魏英看都没看他一眼,他收回目光,沮丧地想,魏英现在和他什么关系都不是了,怎么可能听他的话? 又为时,没有拒绝父亲这个要求。 一旁的唐尔俊虽然遭受冷落,但看着眼前三人变幻莫测的神色,认为情势对自己有利无害,便放心地吃起东西来。 魏英得体地笑了笑,对蓝镜说,谢谢蓝司令太爱,我会认真考虑地,过几天给您答复。 蓝镜脸色略有不悦,怎么,考虑了两年多,还没考虑清楚,我蓝镜就这么不入你的眼。 不是,是我高攀年了,您有两个儿子,都是人中龙凤,我不才,担心有损您名声。 蓝镜这一趟想的是当场认下魏英做一子,连红包他都准备好了,接下来就是发情帖验兵。 可,广而告知,眼睛魏英委婉拒绝,又不好发作。 蓝镜只能沉着脸耐着性子回道,好,我等你的好消息。 不过,不要让我等太久,我还等着和你下棋啊。 魏英汗手回道,您说下了,您随时都可以找我。 岂认不认一子,不影响。 洗肩,魏英离开去洗手间。 十几秒后,唐尔俊也说要出去打电话,他快不朝洗手间方向,走去。 魏英正在盖洗台边洗手,唐尔俊双手插都站在他身后,看着镜子里的他。 眼底充斥着面,适合嘲讽。 散漫道,大家都在说,你是东施孝萍,知道我小时候喜欢插花,所以才去美国学了花艺,就为了讨我哥欢心。 魏英抬眸看向唐尔俊,嘴角亲戚,嫌媚一笑。 他轻轻甩去手上的水,不紧不慢地回道,不要大家说,你自己先摸着自己的心说,说,蓝家人对你好吗? 你现在会插花吗?唐尔俊面色皱变,眸里带着几丝恼怒。 我哥说了,只要我愿意,他会送我到任何一个国家去学插花。 魏英脸上笑意更深,转过身和唐尔俊面对面。 薄唇亲戚,语气傲慢,去吧,我支持你,去,祝你能有超越我的那一天。 两幅忌口吧,魏英翻了唐尔俊一眼,绕过他要离开,身后传来一阵肆意骂骂的声音,有什么了不? 起,你以为我哥真的喜欢你?你不就靠着模仿我才爬上我哥的床? 啊,唐尔俊话还没说完,一道黑色身影突然从门外冲进来,挥拳狠狠打向他的脸。 他惨叫一声,一个去响,身子直接撞到了惯喜台,嘴角伸出一丝鲜血。 蓝湛,你没事吧?看惊来人,魏英以下蹦过去,握着他的手紧张地检查着。